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名前亲信早前分别认罪及罪诚,令他陷入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。 华盛顿邮报8月31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,60%美国人不满意特朗普的工作表现,更有接近一半受访者赞成弹劾他,9月1日海外网11月,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,如果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败,让民主党议员占据美国国会的大多数,那么,特朗普可能遭到弹劾下台。 美国媒体的民调结果,不满意虑打六成,近半赞成弹劾特朗普,说明特朗普当总统的日子确实不多了,目前已经进入倒计时,特朗普只能竖着日子当总统,特朗普上台后到行李时,已经为他下台做好了铺垫,一折,不断退群,尤其是退出巴黎协定, 遭到包括其女儿女婿在内,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国的反对,退出伊核协议,遭到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德国,法国,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抗议,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,让国际社会看到了美国真实而丑陋的面目。 二者,悍然挑起全球贸易战,遭到世界各国强烈反制,目前,欧盟、加拿大、土耳其等国家和组织,正在WTO与美国打官司,把美国拖入了多起官司的泥潭,如果这些国家和组织官司打赢了,必然引发连锁反应,美国打官司将应接不暇,对于这样的总统,美国人会欢迎吗? 最近,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柯恩向,法院自首,趁受特朗普指示,想验新支付封口费,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特已经被法院认定多项罪名,尤其是柯恩的律师戴维斯表示,柯恩愿意与特别检察官穆勒他论通俄门问题,以准备好把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特朗普的一切告诉穆勒。 很显然,特朗普的两名亲信或认罪,或自首,几乎把特朗普推向了深渊,不仅可能遭到遭到弹劾下台,甚至可能面临美国法律侍候。 另外,特朗普认为司法部长赛深思不得力,让其身陷通俄门漩涡,准备将赛深思革职,也引起美国民众和民主党极大反感,种种迹象表明,还没过够总统。 引得特朗普,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尽管特朗普声称不担心民主党弹劾,但特朗普早已心虚了,说出了人生最后悔的事,就是2016年当选总统,如果遭到弹劾,美国市场将崩溃,灯泄气化和葬气化。 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,因为特朗普一贯钢币自由,我行我素,茅开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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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